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监察院不断的纠正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把他们签掉 把他们签掉以后 现在又要把他们安置到凤山 安置到凤山的国宅的部分 但是安置过去之后 这个计划是十年 十年结束之后没有计划了 所以原住民就像沙包一样 被丢来丢去丢来丢去 那高雄市政府拿着说 因为这个地方 居住的地方很简陋很危险之类的 然后希望他们赶快来搬离 每一个人呢 可能可以领到的钱 大概就是十来万 就是把房子这样子 可能有些是更少 那这些人呢让他们走了以后 到底他们以后要怎么生存 那原住民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安置计划 其实是高雄市的安置计划 是不被原民的朋友所接受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有一半以上的人 住在现在拉瓦克的地方 他们很期待能够在这个地方 继续把文化传承下来 我们家族已经在那里了 你要把他们赶去呢 家族 那边有十几户的家族 已经落地生根了 你高雄市政府 为什么不肯定我们的牺牲 安置 我希望监察院各位长官 不要赶尽杀绝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家 我要守我的家园 我就第二次 把双双这个家族 是拉瓦克的家族 什么意思 在台湾族的文化里 没有什么姓氏这种传承 而是当他成立一个新的家 为这个新的家的家屋命名的时候 这个家族就生根在这个地方 然后继续传承下去 在拉瓦克有非常多这样子 落地生根的家族 现在被一一的拆散跟驱离 所以高雄市政府 显然是完完全全不了解 原住民的文化 以为只要帮原住民找工作 以为只要帮他找一个水泥屋 住进去 不要死掉就好了 但是当家族被从他的土地上 拔起根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慢慢的死亡了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边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这么坚持的在这边 就是要告诉大家 原住民的文化需要被尊重 在地的文理需要被保存 为什么一个都市的原住民部落 不能跟高雄市的繁荣是共存的 我希望高雄市政府 有更能说服人的答案 不然他就应该要重新思考 检讨他目前的作为 我今天也要试问监察院 你们今天做监察的工作 你们的责任在哪里 是要纠正这些公务人员 不公不义的公务人员 这些行动不但忍这些公务人员 不是吗 今天你为什么要 市政府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你却要著作为虐 今天不是光明原住民住在这里 我们是融合族群 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 世世代代 我希望未来也保持 也希望继续住在拉瓦克部落 因为我们对那块土地 对台湾这块土地有一份感情 在一起和平相处 很多人都在一起和平相处 和平相当资格 今天有一个想法 都不应该会 他们会出现 你的 是